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从汉代到明镜 我们说这种独立于皇权 独立于这种人质这样一些精神 形式主义 制度主义的这种精神 应该是非常突出和明显的 比如说在魏晋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况 皇帝要去看哪一个部门的文件 比如说皇帝突然去视察吏部 结果被吏部上书就挡架 说是皇帝突然驾临吏部异于何为 皇帝说我要查看你们这里的文件 但是另一部上书就说这个不是你所能管的 那么皇帝就会退回去 这种呢 那么这个又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在这个决策方面 那么这个从汉代到尤其到唐朝到宋朝 甚至在所谓的专制主义军权扩张最顶峰的时期明朝 这种机构的自主性还是非常顽强的 那么皇帝的命令所谓的诏书的制定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它是要经过一个严格的程序 经过一个严格的审核 那么制作程序 经历过层层的所谓的风波审核才能完成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 皇帝不可以直接的下达指示 不能直接的下达自己的所谓的玉笔手照 写个纸条 我写个纸条你给我办去 那不能 当然在唐朝我们也说了 也有一些特例 少数的特例 但是不被认为是正途 所以下令任命官员 是协封官 皇帝的这种手招玉笔 任命的官员是协封官 一道正式的皇帝的命令 必须经过门下 起草审核一遍 然后到中书省 起草审核 然后门下起草 门下审核 然后到了执行的部门上书省 再来审核执行 成绳这样过滤审核 那么到了明代 朱元璋把六部直接的掌控在手里 取消了宰相制度 那么呢 可是内阁又逐渐的形成 内阁又顽强的发育出来 成为一个皇帝之下 百官之上的行政首脑机构 而且呢 他又形成了 关于皇帝的命令 这个最高决策 又形成一套固定的起草程序 比如说 皇帝任命官员 那么根据官员的级别 要经过会推 所谓的会推 我要任命一个部院级的官员 要经过再轻的九卿的推卷 这个我们现在搞什么临选 搞什么几票制 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已经有这个了 皇帝这个 比如说现在某一个部的部长出缺 是要再经什么级别上的官员 共同推举 这个推举事先不是有目的的 大家推举 以内阁首辅为首来推举官员 皇帝他的决策权只在于 在给他推举的几个候选人中间 他只能选一个 所以呢 这个在到明朝中期以后 中间的形成这种制度 九卿会推 他不是说我们现在一些地方不正常 用人的问题不正常 领导一把手 有意向的 已经先由上到下 他是由下到上 由下到上 所以在明朝有时候皇帝 当然也有偶然的情况下 魏京内阁 魏京会推 直接的下达 我要任命一个人 所以明神中时期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遭到了大臣的一致的批评 后来神中只有下命令说下不为例 这次就给我一个面子吧 所以这样一套程序还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后来内阁的票泥 以这套制定的圣旨的程序 应该说这套流程还是比较固定化的 并非我们所想象的君主真的言书法随 所以我下个命令就行了 它有个很复杂的规矩的制度 所以在这样一个制度下面 以至于我们说皇帝感到不自由 汉朝的皇帝 唐朝的皇帝都发出过这样的类似的感叹 奈何 为什么做君主做人君者 反而受制于大臣不自由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比如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还有就是你比如说 在有些情况下面 你比如像在宋朝的时候 这个国库里有多少粮食 多少钱粮 负责任的大臣 你像如果说让司马光做大臣 他就会对皇帝封锁保密 这很正常 国库里有这么多 现在有这么多钱 不能告诉皇帝 为什么呢 你一告诉皇帝就勾起来 他这种进取有违的思想 他又想做事 想搞伟大的工程 干伟大的事业 那完了 皇帝就是不能让他干伟大的事业 一干以后 老百姓国家就遭殃 你看那个时候的观念 所以如果说让司马光管这个事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他要管钱粮 管什么国库 他当宰相 保密 对皇帝保密 而这个问题 在当时制度下面 皇帝也不为罪 那现在你敢对皇帝保密 后来我们按照朱元璋的逻辑的话 你封锁消息 那你这是图谋不轨 所以这就是 当然在中国 还有比如说类似于这种 像中国的这个历史修转过程中间 那么这种独立性更是如此 中国传统里面 这个美朝里面 当朝人不能写当朝的历史 这是中国史诀里面的传统 一个基本的规范 不能给自己写历史 当朝人只能写 只能做一些资料的汇编 是吧 实录 对啊 实录啊 一些这个边年式的资料 起居住啊 这些东西 好 那么 他不能够写历史 而且呢 这个档案历史 统治者 皇帝 是不能够看的 对他来说是独立的 好 所以这个 左史 右史 皇帝身边 一上朝一上班 两边就有一个两边做历史 这记载的 着实济言 右实济行啊 等等 这个记录下来以后 所以 有一次这个李世民 有一次这个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 这个对于这个负责修国史的大臣就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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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史啊 这些历史 档案资料 人军 人军能不能看呢 这个大臣就说呢 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做法 历代 这个 国军对于大 这个 对于这个 国史的资料是不能看的 那 说 这个 李世民又问了 那么这个 这个人军的一举一动 难道我做的好事 坏事都要写吗 那 回敬陛下 你做什么事情都要记录 那么这个 李世民是一种试探性的 但是呢 这个 他没办法改变 当然 我们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习惯 这是一个什么 这个在开明的时代 在一个文官的力量 比较强大的时候 这个呢 执行的比较好 在有时候伪造历史 也还是有的 对不对 比如说 这个篡改历史 在明成主时期 达到了顶峰 对不对 这个 因为这个 要掩盖这个篡位的过程 是吧 在其他的朝代 有些呢 确实 也还是比较做到 所以我们能看到 比如说 宋朝有那么多的野史 有那么多笔记 保存下来 记录这个宫廷里面的一些 一些事情 所以留下了所谓的 辅生 竹影之谜 因为有各种别的记载 是吧 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 比如说 为什么能看到 这个唐蔡宗李世民 这个政变的时候 玄武明之变的时候 兄弟之间怎么杀的 是吧 兄弟的血 怎么样喷溅到他的袍子上 这都被记录下来 而且我们才能看到 你看武则天 是比较污秽的历史 在这个 甚至比较赤裸裸的描写 在这个武则天的正史里面 在唐朝的历史里面都有 是吧 那么这个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这就是历史的独立性 是吧 武则天时期公开的征集面首 有的人为了炫耀自己 公开的炫耀自己的器官 是吧 这个正史里面都是赤裸裸的 都是写下来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历史的它的独立性 它没办法完全的伪造 所以中国的这种独立 这个官僚组织的自主性 这种独立 与此可见了 当然也有这种自立 我前面说了 它的自主性也有自立 自我服从的 官员 官僚组织 因为他们呢 这个 我们知道官员呢 我们后面要讲 官员的选拔是通过科举考试 在官员的读书 求决的过程中间 他们会形成师生关系 同学同门关系 我们在一块读书的人 我们到哪里一块考的 我们是哪一届的 是吧 你们是哪一届的 对不对 哪一届的同学 同年同门 做主门生的关系 会形成这样的关系 那么再加上 他们在文化 在价值观上的接近 所以官僚组织呢 容易形成 这个相对紧密的 这种组织 或者群体 相对密切的 这种利益的群体 相对密切的 这种社会群体 所以这方面呢 他们呢 会呢 有一种呢 那么联合起来 自我服务 维护自己的这种价值 维护自己利益的 这种情况 他会 人嘛 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是吧 这是没有办法的 是吧 这个做 任何时候恐怕 这是个事实 对不对 同学 老乡 谁是谁的弟子 同学 那么一论子排 一排起来 家谱一续 这就 这个关系就自然的亲密 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一方面呢 也会形成 在目标的整合 我们说 和这个专制制度 和专制君主 在目标整合上的困难 困境 一个是本来就是儒家的目标 一个是这个制度本身的自主性 和因为这个专制君主的目标 是不断变化的 而光疗组织的这种自主性 有时候会偏离目标 另外呢 光疗这个群体 它的自立性 也会实现这种目标的 那么这个整合的困境 所以呢 就会出现自主性 那么 我刚才实际上 在某些方面呢 已经触及到它的原因 这种自主性 从最高上 我们已经说了 它来自于 从价值目标上 来自于儒家的文化 儒家文化 儒家的道德理想的超越性 给这个官僚组织 灌注了一种独立的精神 灌注了一种独立的精神 使得官僚组织 它具有超越 现实专制国家的目标 追求 所以呢 这种 在 造成了中国的这种 政治文化 行政文化 在价值目标上的二元化 所以呢 两种目标并存 当然 这些 还是那句话 所以在传统社会 当一个官呢 非常难 或者说 在一个 在一个这种不开放的 一个非现代民主政治下的 官员是很难的 两重标准 就要服从 现在的统治者的目标 但有时候又要让你 服从更高的目标 你无所适从 是吧 有时候站错了队 脑袋就掉了 是吧 你本来以为是 位于一个伟大的目标 怎么得 但是脑袋掉了 是吧 你没有满足君主 个人的意识 那么另外当然就是说 效率的问题 官僚组织的存在 是为了效率 为了使得这种管理的 使得社会资源 尤其在管理的世界里面 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 通过这套科程化的体制 常规化的体制 可以最大限度的 节约交易成本 减低收集信息的成本 所以这个实现效率 对于君主来说 他也要承认 我们说对专制君主来说 官僚组织是一个最便利的条件 是便利的工具 我要追求效率 所以他也在一定程度上 容忍和需要 这种自主性 带来管理方面的效率 另外还有就是第三个方面的原因 人质 专制政治下的这种人质的缺陷 那么在专制制度下面 我们讲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专制制度 它把治理国家的最高的权利 交给一个人 从管理的角度 它需要一个最优秀的统治者 但是这种家天下政治家们 他的政治继承 又没有办法保存 没有办法提供最优秀的统治者 对吧 为了继承秩序的稳定 为了防止 由于继承危机引起的动荡 专制制度会采用这种非常简单 非常的封闭的一种 敌掌子继承制度 对吧 要把继承人的资格锁定在最小的范围内 避免其他人的争夺 非分之想 所以采取敌掌子继承制 立敌立掌 那么有敌立敌 无敌立掌 按照他的出身的身份 实际上是按照他的年龄 或者他的母亲的身份 来确定继承的次序 那么在这样一种 实际上是排除了智力的因素 德的因素 按照血统 按照年龄来继承 他恰恰不能保证 专制国家 那么管理国家的要求 君主 君主的这种实际的才能 道德 和他所担负的 掌握的职权 担负的职务之间 存在了巨大的矛盾 是吧 那么在这种继承制度下面 我们前面曾经讨论过 一个朝代里边 能有一两个 那么在财德方面 在智力方面 比较正常的就不错了 大部分朝代里边 在大部分时间里边 儿童 婴儿当正 白痴 很多精神 性格变态的人 当正 所以呢 非婚 非婚即暗 非暗即 那个 乖 乖 性格非常的乖 等等 这个 出现很多变态的皇帝 很多白痴的皇帝 所以 正如潘恩 在常识里面所讨论的 专制制度 按他的制度的 本来的要求 应该是一个 选择一个最优秀的统治者 结果是往往把笨驴选出来 是吧 那么就是这样 他选 往往恰恰是笨驴 是吧 这样的话 就造成 在国家的统 管理方面 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君主 实际的君主 他的能力 和他的掌握的权力 极其不对称 极其不平衡 那么 实际上 君主在大部分情况下面 只能起到象征性的治理和统治 没有办法真正的履行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那怎么办呢 他就需要各种弥补的和替补的力量 这种弥补和替补的力量 当然一种可能是宫廷 后宫的 宫廷的替补 而另外一种呢 就是靠这种常规化的官僚组织 他们呢 靠他的自主性 靠官僚组织 来弥补专制 皇权的部族 作为官僚组织 在这个意义上成了弥补全力真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也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